大家好 现在是星期一 我现在是中午午休时间 我去买我的午饭 今天天气好给你们看 超级棒大太阳 哈喽朋友们 我现在下班了 我简直是太饿了 我要去买个面包吃 然后呢 我有一点点想去逛逛斯富兰一会儿 想买一个修容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 我要抑制住这种欲望 让我再纠结一路 如果去的话 带你们拍一拍 哈喽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我现在要做饭了 今天晚上我要做的是这个 我今天在中超买的这个果条 还是叫果条的吗 还是叫果吧 应该是 之前在汕头的时候吃过 觉得最好吃 然后呢 我打算煮一锅汤 煮果条 然后放点香菜 小葱 骨餐肉 菜 豆腐 对 还有我的鱼豆腐 我那天买了鱼豆腐 我最爱吃的鱼豆腐 哈哈 终于能吃上鱼豆腐了 开心 然后呢 我现在正在煮这个高汤 没有什么窍门 就是用了浓汤堡 然后一会儿拿它当喝的汤 然后再把那些东西 依次放进去煮就好了 然后这个午餐肉呢 也是我在中超买的这个梅林的午餐肉 就是它肉质特别好 昨天我做那个不对锅的时候 就是用它放了一些进去 然后今天依然还用它 昨天用了一半没有用完 然后就是主角的啊 就是这个果条 先煮一点 试试吧 当时在汕头吃那个牛肉火锅 然后里边涮这个果条 再配上那个沙茶酱 哇我的天啊 太好吃了 一直寄到现在 哎呀这个好的 这个怎么弄 我觉得就煮这些应该够了 哦 还是看起来不错的 我超级爱吃这种就是粉啊什么这种东西 然后再往里面煮一点菜 这就是超市直接买的那种菜叶 然后就可以直接放进去煮 吃一点菜 因为我觉得里头已经有挺多东西的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放那个豆腐 然后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白汤感觉也没有什么味儿 所以我决定干脆给它搞一个这个 再放一点这个豆瓣酱进来 把它给弄成那种酱汤会不会好吃一点 我不知道我把它拌开试试看哦 我们这就是一次试验 嘿嘿这样的一碗就搞好了 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呢在上面点缀一点小葱 我再去切一点点辣椒 这样的一碗就做好了 然后里面放了一点小葱花 放了一点辣椒 那辣椒太辣了 我就只敢放这么一点点 然后几片午餐肉 两个鱼豆腐 还有一些蔬菜 嗨 好了我要吃饭咯 然后我现在在看的是这个Blackpink house 有没有也喜欢Blackpink的人呢 对 这就是这个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 对 今天是星期二 然后我刚才下班之后呢 先去了一趟超市 本来是想买草莓吃的 结果跑了三架超市都已经不卖之前那种草莓了 可能是因为不是草莓的季节吧 今天中午本来我想买 然后同事就说 现在草莓不是季节 估计没有什么好草莓 然后因为我回家之后太饿了 在我做饭之前呢 我要先给自己搞点吃的 弄了这么一个面包 就用的是这边卖的这种全卖的切片面包 然后上面撒一点奶酪 这个奶酪呢是这种 它的奶酪品种叫做Amanda了 是一种我比较喜欢的奶酪 之前我好像Vlog里边有用过那种片的 然后这次还买到了一个这种 就是它给你切碎条的 这种就是加在面包里就比较的 哦 这冰箱太乱了 不好意思 加在面包里就 哦 这块有这个片的 之前我不是吃过这种片的吗 也是Amanda了 然后那个买的就是那种细碎的 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拿到微波炉里热一下 你们看最近天黑的都相对的晚一点了 现在天还有一点微微亮的感觉 你看这样之后 它这个芝士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化掉 有一点拉丝那种就很好吃了 然后呢 我吃完刚才的小面包了 我现在准备做饭了 今日本餐菜单 麻婆豆腐 然后我今天不是开了一个那个准备搞小代购的那个小号吗 真的超级感谢你们 有超级多人来加 于是我就一个一个点点点 点添加 点添加 简直点到手段 微信为什么没有一个那种可以批量通过验证呢 但是仍然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的代购小声音 好了 一会儿我边吃饭再边搞这个 我们先开始做饭 就是我今天要用的食材 然后给你们看啊 我们的法式肉末 我们的法式肉末就长这个样子 其实它严格意义上不能算肉末 这个呢法语里叫做拉丁 就是那种小肉丁的意思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东西也会用到这种肉丁 他们就有卖这种的 我之前在我上学那个小城市 没有肉末卖的地方呢 我一直都是买这个当肉末用的 还挺方便挺好的 这个 然后豆腐 豆瓣酱 然后嘞 一会儿再炒一点点菜进去 然后辣椒 这个是昨天切完没有用完的 这个辣椒超辣 但是超香 特别好吃 放一点点它就是呛锅用 好了我们开始做饭 然后呢我们先切一点蒜 切一点点 切一半就够了 然后我感觉我自从来了法国之后 我的胃就变得不太好 不知道是因为就是完全自己来掌握吃饭时间之后 就是容易吃的不规律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边大部分食物比较生冷的原因 我觉得不规律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 他们法国人吃饭都比较晚 你像我们那会儿上课的时候 一般都是中午临近一点有的时候才下课 他们都是整体吃饭时间比较靠后 所以呢可能跟原来的习惯也不太一样吧 但总之 还是因为可能自己也没太重视吃饭这个事 还是要好好吃饭 要不然像我现在的话 有的时候比较饿的时候胃就会特别难受 就是一饿胃就会难受 原来是个铁胃就是什么都没问题的那种 现在也开始慢慢会胃有一点问题 但是爸爸妈妈不要担心哦 我爸妈每次也会看这个视频 然后也是通过视频可以了解到一些我在这边的生活挺好的 我觉得拍这个视频 一个是很多年后自己在看 可以当做是这段期间的一个记录 然后再一个呢 我的父母呀 我姥姥姥爷他们呀 也可以通过看我拍的这个一周的vlog呢 了解我在这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很好 然后我现在就是剁了一些蒜末出来 给你们看我剁的蒜末 自认为剁的还是不错的 哒哒哒哒 嘿嘿 切好了一些蒜末之后呢 把中头细豆腐给切了 这个豆腐我不确定我自己能不能吃掉这一块 这一块还挺多的 我先把它切了 如果我吃不完 可以大家一起吃 说到这儿我的室友还没有回来 我经常会说我室友还没有回来 是有多种原因的 首先呢 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公司 大家下班时间不一样 他俩是本身下班时间就比我要晚 再一个呢 确实是他们的单位 经常会有加班 因为他俩在中国公司嘛 你们知道的中国公司经常会有加班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他们两个不在家呀 我的室友不在家什么的 对是有多方原因的 不光是因为他们加班 也因为本来他们下班的那个点就比我要晚 再一个呢 有人说感觉他们两个比较辛苦 是挺辛苦的 但是我也很辛苦 我并不轻松 我只是因为法国公司他制度比较好 他那个上下班时间比较严格 然后再一个也没有中国公司那种 就是比如说领导没走 你实习生不敢走 那种情况也没有 所以呢 就是我上下班时间就比较灵活嘛 是因为这个我才每一次都会说他们不在家 但这并不代表我工作很轻松哦 我也是每天在公司进行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 好了豆腐块切好了 然后呢 没什么要切的了 我再切一点点那个辣椒丁当跟蒜一起呛锅的那个东西吧 好了那这个就是我切的需要的东西 有豆腐 哦掉了 有豆腐 然后切了一点辣椒 切了一点蒜 我们现在去炒它 其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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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超級的 我可以做超級的 很漂亮 謝謝Stéphane 你做得好嗎 是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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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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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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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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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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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